嘿 大家好 我是尼克拉斯扬 今天我们讲一下人类最重要的秘密 如何成为有钱人 在解读这个秘密之前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清洁工的故事 高中学历 工资一般 他在92岁的时候 净资产达到了800万美元 如果一个清洁工可以做到 那我们基本上也能做到吧 这个清洁工叫做罗纳德·里德 罗纳德·里德 他是美国弗蒙特州 布拉多·鲍鲁的小县城的一个清洁工 出生于1921年 在2014年去世 享年92岁 他在去世之后 当地县城的医院和图书馆 分别收到了巨额捐款 一比480万美元 一比120万美元 医院和图书馆的领导一看支票 啊 懵了 难道这是比尔盖茨捐的吗 秘书就说 不是 这是我们镇上清洁工卷的 真正的美国扫地僧啊 这清洁工到底是谁 其实罗纳德出生于一个小农场 家里很穷 房子都特别小 他每天要步行6公里 才能去县里上学 19岁的时候 他成为他们家第一个高中生 第二年1941年 日本就突然突袭美国珍珠港 罗纳德就应征入骨 奔赴前线 才加二段去了 最后到了意大利当宪兵 然后又当工兵 机械兵之类的 到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 罗纳德就光荣退伍 他要没有什么学历 高中生嘛 他就在老家的县城里的加油站 找了份工 给汽车加油 顺便修个汽车 这一干就25年 等到他58岁退休的时候 他在家里就觉得相当无聊 没有人跟他说话 他就又去了县里的 GC Penny百货公司 找了份兼职 开那门和做清洁工 这又干了17年 2014年 他92岁的时候 所有的资产 加起来就有800万美元 在他去世之前 他的朋友和家人 没有一个人知道 他是县里的首富 这就非常奇怪了 这罗纳德最喜欢去县里的 Friendly's吃早餐 永远只点一份 花生酱面包和加咖啡 非常节俭 他穿的衣服扣子掉了 他也不缝上 就拿别针拿 就把这衣服给他别上 穿的都是旧衣服 看起来都特别穷 因为经常在这吃饭 罗纳德就认识了餐厅的服务员 Alan 有一次他就神秘的跟这个Alan说 你想不相信 我挺有钱的 Alan也没在意 就呵呵过去了 平常小镇上的人 都觉得罗纳德退休后经济困难 付不起早餐钱 还有一次 罗纳德在吃早餐的时候 有人悄悄的跑过去 给这罗纳德买单 罗纳德的朋友回忆到 罗纳德唯一显著出很有钱的迹象 就是每天早上都在看华尔街日报 这也对啊 没钱看什么华尔街日报 是吧 必须有点闲钱 有资产 要投资的人 在看华尔街日报 关注国家经济大事 罗纳德最大爱好 就是砍柴火 非常独特的爱好 直到90岁 还开车到镇上到处转 看到柴火就捡回家 砍成碎木头 留着烧火用 他的车户里全都是这个木头 他的妓子说 罗纳德非常享受砍柴的时光 从这里看 罗纳德应该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 不张扬低调 人狠话不多 这种性格对投资非常有用 我在后面会讲到 这罗纳德做的基本上 都是现代社会中认为底层的工作 收入比较低 但每份勤劳的工作都是伟大的 但是罗纳德没有上过大学 没有学过MBA 也没有学过投资课 是吧 他是如何赚到这800万的 我先给大家分析一下 他的投资组合 罗纳德主要持有的是 美国蓝筹股的股票 Blue Chips 蓝筹就是赌场中最大的筹码 股票中的蓝筹 就是最大的公司的股票 股价稳定 每年定期分红 分红还不低 它可以穿越牛熊 不管世界经济增长还是下降 蓝筹公司都可以安稳度过 尤其是经济危机 著名的蓝筹股票 我们都听过 都是些大牌子 比如说苹果 曼达劳 宝街 强生 台湾有台积电 是吧 最近巴菲特还出手了台积电 这个我在后面会讲到 这种蓝筹股票 提供的都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服务 比如麦当兰的炸鸡汉堡 我们得吃吧 别的炸鸡就不是那个味儿 是吧 还有宝街 强生的香波沐浴露 之类的 还有什么芯片之道等等 我们人类每天都要用 这类企业 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了 每年企业的利润就很稳定 股票的价格也很稳定 这些公司赚太多钱 没有什么研发费用 也没有什么可以投资的 所以就每年分红 罗纳德有95只股票 基本上都是他从二战推伍后 当加油站服务员的时候 开始买的 其中最大的是富国银行 其他还有宝街 摩根达通 通用电器 陶石化绝 等等大牌公司 包括铁路 公共事业 银行 医疗保健 电信和消费品 这都是巴菲特喜欢的那种公司 罗纳德的保险箱里 全都是这种股票证书 加起来有十厘米那么厚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十张A4纸才一毫米 要这么算 罗纳德的股票证书 基本上能有一千多张 在罗纳德退休的时候 这95只股票 每个月的股息分红 是两万美元 一年24万美元 我们有没有美国的朋友 是不是美国一年 十万美元的年薪 就已经很厉害了 从这看 罗纳德的这个成功 其实很简单 就是每个月的省吃减用 赚一千块 拿出五百块 甚至八百块的工资 买股票 坚持五十年 甚至七十年 就和巴菲特一样 按照加油站的服务员 清洁工的这个工资来计算 罗纳德的薪资 不会太高 但是到罗纳德退休的时候 什么都不用干 一年妥妥的 24万美元股息 像不像 像 其实我看YouTube上 有很多关于 如何变有钱的视频 大多数都说的很对 但是呢 其中有很多细节 他们没有讲到 而这些细节 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 无法变成有钱人的原因 下面 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希望我们优秀天台团的朋友 看完之后会觉得有用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 其实属于量子力学的范畴 这什么意思 就是在量子力学中 变有钱的秘密 就是薛定恶的猫 它处于真赚钱和假赚钱的混合体 既真又假 我给大家说一个例子 大家就能明白 就是平常大家上班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一段时间 突然有人会对你说 哎 最近这样买股票 挺赚钱的 买台积电 特斯拉 一定会赚 你看 这个掌势喜人 赶 买进去 等你买进去的时候 你就是那个亏钱的人 这奇怪 每当你买股票的时候 股票就会下跌 每当你卖股票的时候 股票就会大涨 这就是量子力学 变有钱就是这样 赚钱只是少数人的秘密 只有越少的人知道这个秘密 用了这个方法 这些人才能赚到大钱 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秘密 所有的人都不会赚到钱 这其实就是最基本的 供需平衡的理论 比如现在我们大街上 吃的那种日本阳光葡萄 十年前我记得一串要一百美元 当时日本农民大赚特赚 那现在呢 现在的阳光葡萄 最多也就是十美元一大串 降了90% 就是日本阳光葡萄的种子 秘密泄露 种的人太多了 最后所有的人 都只能混个温饱 没有钱赚 中国有句名言 就叫做 这句话简直就是 便有钱与众中的唯一法则 所以啊 任何教你便有钱的教程中 你回去一试 这个好简单 躺赚啊 一早上起来 就赚一万两万的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坑 我不是说这都是旁式骗局 即使不是骗机 但因为赚钱的方法太简单 最后一定会涌入无数的人 无数的竞争者 其中的巨额利润 就会啊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最后变成富的 最后大家都没有钱赚 所以根据闷声发达财的宇宙法则 这个世界上的骗子 一眼就能认出来 就是说你把钱给我 我一年给你20%的利率那种人 这种机会 一定不会轮到我们普通人身上 能传到普通人耳朵里的机会 那都是一把把镰刀刷刷的 但为什么罗纳德 巴菲特的赚钱秘密是有用的 为什么这个秘密说出来 大家都不会亏钱 而且还能大赚 因为绝大多数人 都不会按照巴菲特 罗纳德的方式去投资 绝大多数人都想赚快钱 没有人愿意慢慢编赋 有些人总是想着手里 拿着这几十万 一年翻倍 第二年财富自由 这在牛市里的一年翻倍是可能的 但是当股市一个新人 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建设 能在一年内赚到这么多钱 他不会觉得这是他的运气 他一定会觉得 这是他人生的常态 这就是我命珠注定 我今后每天都会比昨天赚更多的钱 然后计算机咋咔咔这么一算 年化收益58% 然后接下来就是 卖房借钱一把缩哈 然后咔嚓一下 镰刀闪过 所以这个罗纳德便有钱的秘密 说出来也无妨 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这么做 但是可以坚持十年二十年 甚至五十年的人 就一定能变富 接下来我就详细说一说 刚才说的这个心理建设 Mindset 查理芒格总结他和巴菲特的成功 就说我们的成绩斐然 因为我们在性情上占优势 这足以弥补我们在智商上的不足 具备某种性情 比有头脑更重要 我在最近的十年中研究了很多投资的书 尤其是大师传记 我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可以慢慢变富的这些人中 他们基本上都不是智商最高的那一群人 也不是那种性格上勇敢积极乐观的人 大多数通过投资变成有钱人的富豪 都是我们传统上认为是次等性格的人 一般人都觉得乐观 主动积极 善于交际 这都属于优秀性格 外向性格 家长们都喜欢这样的孩子 企业老板也都喜欢招这样的员工 大家就把严肃 敏感 安静 害羞这种性格 就定位为次等性格 也叫做内向性格 认为这是不好的 但是就像罗纳德 巴菲特 芒格这种人 他们都是属于内向性格 高中的时候 罗纳德的评语是 宁静的人才能有大成就 英语中还有一句话 叫做 still water runs deep 净水流深 就是人狠话不多 罗纳德从小就不怎么喜欢说话 害羞 内向 就喜欢看华尔街报纸 财报 砍柴 巴菲特性格缺陷更大 从小社交障碍 长大后基本生活不能自理 不会换洗衣服 找不到家里的开关在哪里 平常只能靠老婆安排 才能正常生活 所以呢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 或者自己的孩子是内向性格 就要拥抱一下自己 因为你要发大财了 内向性性格的人 都喜欢自娱自乐 简单而快乐 享受孤独 专注 有惊人的洞察力 善于保护秘密 这个投资是一样的 投资就是孤独的 如果你要选择长期投资 那就一定要孤独的走下去 心情还不能大起大落 否则呢 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而要保护自己的投资秘密 闷声发大财 是最重要的 如果平常吃饭喝酒 遇到那种吹牛的人 说自己有几个亿 怎么怎么可以赚钱 我认为这种人 基本上都是在忽悠 心理建设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要认清这个世界 有一句话 就是经济的背后是政治 政治的背后是历史 历史的背后是宗教 宗教的背后是人心 我以前好像要讲过这句话 比如关于学校的认知 在学校学的知识 是无法达到财富自由的 在历史上 建立学校的目的 就是给资本家的企业 输送人才的 给打工的 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 经常会被老师问 你长大想当什么呀 小朋友 小朋友就说 我想当飞行员 我想当警察 我想做银行家 等到了大学 就开始分专业 学建筑 学金融 学医学 然后媒体天天宣传 打工人 打工人 打工人是人上人 可是去打工多累啊吧 累就对了 累才能将光荣的 无产阶级打工人 和堕落的资产阶级 有钱人区分开来 累是一阵风 吹得勤劳的花朵 拔地而生 累是一道光 把工厂照亮成天堂的模样 所以这个学校 这个社会 是不会教你 如何变成有钱人的 学校 只教你是如何找工作的 认识到这点之后 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下 经济社会运行的模式 就是大家上班 给资本家打工 生产出产品和服务 来换取国家发行的纸币 资本家再把这些纸 分给工人 工人再拿去消费 然后呢 大家再一起交税 整个社会就会运转起来 这就是一个 现实中的六道轮回啊 要变成有钱人 就必须跳出三界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 这只有两个方式 一个就是自己当资本家 开办企业 另外一个就是给资本家投资 买资本家的股票 做资本家的股东 让资本家给你打工 然后就每天躺着 盼着资本家发大财 这样你也能发大财 这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啊 就是有些人心里啊 憎恨资本家 但自己又想发大财 成为自己最恨的那种人 你不能既要赚资本家的钱 又要砸资本家的锅 这锅都没了 大家都失业了 钢铁侠马斯克就说过一句话 顶得上一百本书 就是剥削劳动人民的 不是资本 而是权利 另外一个是 就是一定不要让自己 在这本职工作中啊 太忙碌 如果工作太忙 忘记思考 忘记师和远方啊 没有时间去研究投资 那永远都调不出这个六道轮回 打工赚到的钱 也最终会被通货膨胀吃掉 通货膨胀就是这个国家设计出来 最后是要吃掉你的存款 这个以后我们会专门来讲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 本集最重要的部分 变成有钱人的秘密 马上大家都要变成有钱人了 太高兴了 作为普通人变成有钱人 唯一的方法就是投资 一是投资自己 把自己的爱好 自己的知识变成副业 创新 做个企业家 但这个每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 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 第二个 就是投资资本家开的公司 让他们帮我们赚钱 也就是投资股票 通过负利来赚钱 其实买房子也是一种投资 但是买房子的门槛都是比较高的 咱首付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且要确保一击必中 如果负债太高 最后断供了 那这辈子基本上就很难翻身了 所以作为普通人 首选是投资股票 投资股票第一件事 不是选股票 而是先选国家 因为我们是个超长线的投资 必须选择经济政治稳定的国家 不能一会儿政变 一会儿打仗的地方 有些国家 你待在那里 是永远都不会变成有钱人的 那镰刀磨的咔咔的定期收割 打个比方 就是俄罗斯 俄国战争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俄国网友的帖子 说他爸妈的时候 就遇到苏联解体 卢布大幅贬值 爸妈积累了一辈子积蓄 一下子就化为乌友了 等到了他这一代 刚攒了一些钱 又遇到俄乌战争 卢布一下又大幅贬值 他这辈子的钱一下又全没了 在上世纪70到80年代前苏联 一美元可以换0.62个卢布 卢布是比美元贵的 苏联解体的时候 一美元能换5000个卢布 当时只要买几斤衣服 吃几顿饭 一辈子积蓄就没了 所以选择国家是很重要的 另一个就是税收的问题 要投资的话 就一定要选择资本利得税 最优惠的国家 首选新加坡 欢迎大家来新加坡 投资旅游 这是税务身份的问题 我们以后再讲 另外一个 我们是要看这个国家资本市场的法制 是否健全 不能像我的股票市场 300亿的造假欺诈 最后就罚款几十万元 罚酒三杯 恩怨一笔购销 这种市场怎么投资 这100个巴菲特在这里也要完蛋 纯粹是割韭菜 能不能赚钱 拼的是命中五行 含金量高不高 第三个 就是看这个国家的企业家精神 就是资本家靠不靠谱 我们之前不是说过 什么经济政治历史宗教之类的吗 我们要优选基督教精神 沉淀比较深的国家进行投资 这里的企业家普遍会诚实守信 有探索和奉献精神 我不是说每个企业家都是这样 也有坏人的 但坏人就留给法律和上帝来惩罚 所以综上所述 我认为可以长期进行股票投资的市场 就首选美国 和巴菲特选择一个赛道 巴菲特说过 永远不要做空美国 不论在二战 还是1980年代 美国13.5的超高通胀率 或者是911恐怖袭击 美国股票指数总是会向上涨 其中的逻辑就是 这些美国的大企业 会把赚来的钱再去投资 然后赚更多的钱 这就是一个企业内部的复利 然后我们再投资他们的股票 通过股票的股息和股票的增长 再次去复利 只要按照这个逻辑 我们再多买几个股票 分散投资 然后每个月 或者是每个季度进行定投 然后持有了10年20年的 我们的未来一定会成为有钱人 投资是非常无聊的 其实只要用1%的时间读财报 其他99%的时间都是在等待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这种策略 99%的人都不会去做 要不然满大街的都是扫地僧 一出手全都是800万美元 那大家都要赚不到钱了 所以我把这个有钱人的秘密 讲给大家听 其实也无所谓 不担心 最近巴菲特出手买了台积电 我不是说台积电的股票好 还是不好 我在这里讲的股票名字 都是些例子 不构成投资建议 我就是说 这个时机巴菲特都投资了 那就说明 总的点位跌的应该也是差不多了 人的这一辈子 总会遇到两到三次 变成有钱人的机会 而且每次这种机会出现 都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 才会出现 大家如果只要抓住一次机会 那基本上以后的生活 那就是会很轻松的 如果未来美国 或者世界经济出现衰退 我认为将是一个 非常好的投资时机 作为一个只有背影 没有背景的普通人 未来一定要做好的事情 就是保住工作 保证手里有现金流 最好不要有贷款 然后在资本市场 挽接流血的时候 定投 逐步买入美国 蓝筹股股票 美股7到8年就是一个周期 比如2000年的科技股泡沫 涨到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 就是8年 2008年又涨到了2015年的股灾 就是7年 2015年又涨到现在 2022年的通胀危机 还是7年 所以呢 这个点位应该差不多了 我自己就在慢慢布局 咱和巴菲特一个赛道 在选美国优质股股票 选个30到50个 或者是罗纳德一样 选个90个蓝筹大公司 从概率上讲 我觉得选股能力再怎么烂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实在不行就买个标普500指数 希望我们优秀天台团的朋友 看完这期节目能有所收获 初走半生 回来的时候账户都是800万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再见 Hello 花絮时间 其实我的专业是financial 做了16年 说到投资 这还好 我现在都是按照这种方式 进行超长线投资 心理建设非常好 波澜不惊 我这个人其实比较内向 见到人就特别害羞 话不是很多 但是想法很多 所以发现这个YouTube挺好的 可以把自己的想法 这记录下来 分享给大家 大家如果觉得有意思的话 我就满足了 我们大家多多交流 有空就加我的Instagram 有空聊 我们下期再见